這遊戲簡直是我玩過 最佛心的遊戲啦 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還可以按鈴鐺 分享給朋友們 拿渣術還要害人 大家聽到這首歌 是否有以前看過劇集的回憶呢 雖然我反過來唱 但大家應該也聽得出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玩一玩一隻新遊戲 叫做潮哥風神智 我們先說說他的故事背景 遊戲介紹正邪雙方發生的大戰 我們身為主角要拯救世界 東皇 你又說會幫我? 你竟然... 哈哈哈 傻子 東皇英明 你做得好啊 正邪之戰 邪的那一方竟然狗咬狗 互相省對方 這個故事挺有趣的 我們先開角色 當然是選擇藍 大家都知道是藍 開完角色之後 就會說拯救世界任務交給我們 我們先去歷練玩玩 挑戰首領 每挑戰完一次 所以我們的掛機經驗會越來越多 大家知道這件事很重要 即是如果你要玩的話 一定要不斷衝擊BOSS 打BOSS 抽蛋 這個位置是單抽 提醒大家 這隻單抽的角色 打全體 初期來說挺好用的 大家可以放進陣子裡玩一玩吧 遊戲其實相當多的陣型 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 之後我們玩到後面會開啟更多 我們的陣容會更多變化 當然啦 如果我們的角色 按英雄的話 再按角色 我們可以將它升級 沒有騙大家 大家可以看看剛剛抽到的角色 一下子全體輸出 搞定對面了 有件事很重要 要跟大家說的就是 種族的克制屬性 如果克制 就會有傷害加25% 命中再加20% 而玩不同的種族 上陣的英雄 多少也會增加他們的能力 除了種族克制之外 還有一個基本系統 也可以幫你增加很多不同的能力 上古神話的話 包括神龍和呂窩 呂窩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呂窩沒有青天嘛 還有取西經 這個叫做西天取經 有天蓬珠八戒 還有沙真 捲簾大將 以及鬥志聖佛 哇 非常巧合 接著是白龍和元莊 加起來就整個取西經組合了 這個基本系統非常有趣 還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基本 還有我們會有裝備 而方便大家有一個一件裝備 大家就可以一下子把裝備換上去 提提大家 現在預約的話 還會送你一套橙色裝備 跟大家說了很多 但我覺得玩遊戲最重要是抽蛋 跟大家看看 高級召喚每次召喚 都有機會獲得五星 如果連續39次都不能做五星的角色 那就會是四十次一定中五星的角色 換句話 四十就叫做寶底 也不是第一次才有這個好處 即是每次四十抽都能獲得五星的角色 其實保底機制是相當不錯的 相當佛的 好 來了 馬上來十連抽 哎呀 奧丙 這已經中了一隻五星 第一次中了一隻五星 哇 超級輕鬆 再來十連 好 看看什麼 嘩 又是五星啊 這個通天教主 其實我是頗想要的 看到他飄下飄下 然後又有正氣 這個角色 那麼... 五星的五星頗容易中 黃飛虎吧 我們一開始已經有的角色 好 再來十抽 哦 看看這次有什麼 嘩 又是五星 喂 連續中了 再連續再中 其實真的那個... 也不是很需要保底 已經馬上再出五星 上仙嗎 這個角色也是非常漂亮 這次一隻五星 再來十抽 嘩 又是五星 嘩 非常厲害 風寒出五星 那一定是我非常神運 對不對 每次都五星 完全不用保底 好 但是反而四星少 這麼有趣 再來啦 真的最後十抽 看看如何 嘩 又是五星 這次有坦己 坦己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什麼角色 非常吸引人的角色 對嗎 一隻很友人的女角色 難道我永遠抽不到四星 剛才抽完我們的角色 中了兩隻新五星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奧丙是五星 技能方面有滔海 主動 然後是龍蕊 然後是八零錘 然後是斷筋 非常多招式 我們嘗試升上它吧 然後另一隻是石機 好 升上它 其實我剛才跟大家說過魔族 魔族一隻都不中 不過我想我玩下去也會中 跟大家說一說我最喜歡的 癡猴這隻角色 癡猴是盤古初開的神魔角色 遊戲方面會用小朋友模組出現 後面有怪物 非常有氣勢 接著是黃泉 黃泉這角色我也蠻喜歡 因為很有型 你看到它單腳站在這裡 另外拿著刀 非常棒 樣子沒有露出來 不過威風凌凌 這遊戲會有台灣專有的角色 即是媽祖 一些傳說的角色 大家可以看看圖 也非常美麗 聽說之後也會有一個 超紋的土地公出現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吧 前期大家可以在上面看看七天毫禮 我們可以七天登入 亦可以獲得很多五星角色 例如這個鬥戰聖佛 其實它是像齊天大聖的外形 可以幫我們打到很多關 增強我們很多戰力 所以其實登入七天已經送很多東西了 你看到這個奧丙 其實也有50顆碎片 這個可以即時換出來 大家一開始的時候 不會遇到卡關太嚴重的情況出現 跟大家玩一下力練 我們可能不足夠力練的角色 即是敵人打 這個情況又如何做好呢 如果大家真的過不了關的話 不要緊 就算你關掉遊戲的時候 等一等 即是可能我們去吃下午茶 這樣我們也可以升級 以及有很多不同的資源 幫我們升級 也可以有五星的碎片 即是我們儲一下儲一下 可能會合到五星的角色 如果你覺得慢的話 我們左下角也會有快速作戰 快速作戰方面 我們只需要按一下 就等於掛了兩小時 非常節省時間 這樣我們可以輕鬆過一關 大家謹記了 如果有時候砌得不好 可以留意一下陣容 究竟是否砌得不好 坦克是否放在前面呢 點像台 看看推薦陣容吧 其實這裡有些非常強的陣容 也會介紹給大家 大家留意一下 看看有什麼陣容可以配合你的隊伍 遊戲方面有個技巧教大家 例如我們現在在做挑戰BOSS 其實我們可以按下主城 然後再按冒險 我們按日常副本 還可以挑戰其他 例如我挑戰英雄副本 然後我們又按出來 我們的副本正在進行 大家可以看到等了一會 又或者我們做了很多不同的副本 它完結後 也會彈出來告訴我們 這個副本贏了 不用看著它來玩 這樣就可以省下大家很多時間了 不用等它看著 等到它打完為止 遊戲其實還有很多玩法 簡單跟大家說說吧 我們演武場可以跟別人做PVP對戰 測試一下自己的實力去到哪裡 官命台我們又可以做解籤 這個解籤系統可以隨機召喚4、5星的英雄 或者英雄碎片 這個藏寶角是類似一個商店的 看你自己適合什麼 你就去買什麼 入手什麼 還有就是八卦爐 八卦爐方面就是幫助我們提升我們的裝備 接著我們按法寶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法寶 亦可以幫助我們升級之後 即是獲得這個法寶 就可以增強我們的戰鬥力了 來個總結 這遊戲非常容易上手 又不乾 而且很佛心 日常活動可以獲得的獎勵非常多 現在預約可以獲得5個種族自選卡 亦有10年抽 登入夠7天的話 送你一套史詩裝備 一套傳說裝備 一個10年抽 還有3張五星卡 簡直是我玩過最佛心的遊戲 好了 差不多了 拜拜 兄弟們 你已經看到這裡了 不是不訂閱我的頻道吧 按旁邊的鈴鐺 還給點讚 最重要是分享給朋友們 讀他再玩這遊戲吧